解釋第十二章第五節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是將來用鐵匠核管漫國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我們講到一個創新的題目 我們講到啟述第十二章總括了前面的十一章 現在我們理解了 原來在第一節已經總括了前面的 可以說我們所講的啟述的一至三章經密 其實如果用一節總括 不可以說完全是絕對的 因為在第二節至到第四節 其實是有少少去帶回第三章和之後發生的事 如果我們在這樣的概念去理解的話 這就是為何我會帶出 其實這五節經文的主角 其實原來不是他誕生的時間 這段經文的主角 是在說這個寶寶仔要做的一件事 能夠使你能夠在最後這個機會 能夠給你看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理解的話 那你突然間會對第三節第四和第五節 有一個另類的認識 怎麽為另類的認識 突然間你發覺這段經文在這裏說的 其實不是陌生的 因為它在舊約的旦二尼書 是有講過這件事件的 我們嘗試去看看第三節 天上又出現異象來 我們知道這個很明顯是 接著前一節的經文所說的天上異象 這一節的經文除了講天上的異象 其實它最主要想告訴我們 它的事實和圖片 就是在臨被提之前發生的 是吧 當然我們因為理解了這個異象 我們在前一節經文中 我們知道的時間 但是問題是 在這個時間裏面所發生的事 豈不是過去這三年都有發生 但接著第三節 就是在講另一樣會發生的事 天上又出現異象來 有一條大紅龍 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撒旦 七頭十角頭上 戴著七角冠冕 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 星神的三分之一 率在地上 究竟在這裏講的是什麼呢 事實上在歷史上 可以看得差不多 在世上 絕大部分的色經家 都是用這段經文去解釋 撒旦是在他當日 記住他們說 當日撒旦被神去擊打的時候 他跌到地上的時候 他帶著三分之一的天使 當然這個可以這樣解釋 但如果這一節經文要放在這裏 而我們一定要去接受這個字文後理的話 這個絕對不是說當日 這個是說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因為他在第一節第二節講完之後 跟著第三節 是說天上又現出異象來 這個是說同時間這兩件事 用啟哨第十二章去記載 而事實上我們如果看回 啟示錄 原來在第十二章第一至五節 根本是複述回 記住我再說一次 是複述回前面啟示錄的一至十一章的話 那這裏更加絕對不可能說是 撒旦當日跌倒的 當然當日撒旦跌倒 他可能真的 叛倒三分之一天使 這個理論我接受的 OK的 但是只不過如果這裏一定要是 正是解那樣東西 那很明顯我們 直成是忘記了這段經文 是寫給我們關於將來 是世界末日的人類 為什麼呢 因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他說完他拖拉天上的 星神三分之一 卻在地上 龍 就站在那張要生產的婦人面前 等他生產之後 要吞吃他的孩子 是不是 沒有理由是另一個時空 而事實上 也可以說 就是第四節 根本由第一段 說他拖拉天上的星神三分之一 和他要站在婦人面前 等他吞吃他的孩子 是同一件事 是同一件事 是同一個動作 那或者你說 咦 那又說你在說什麼 我講的是 這段經文 其實就是 彈以利書第八章 第十節 所講的一件事 第十節所講的一件事實 因為原來 在彈以利書第八章 由第九節開始講 這段經文 他會做的最後一件事 他說 第九節 四角之中 有一個長出 一個小角 向南向東 向榮美之地 漸漸成為強大 他漸漸強大 高及天象 將設天象和星獸 拋落在地 用腳踐踏 這裏如果他是 扮到天象 三分之一的天使 他將他扮到地 然後用腳踐踏 他嗎 不是 這裏在說什麼 接著 第十一節 就繼續說 並且得自高自大 以為高及天象之君 除掉上獻級君的繁制 毀壞君的聖所 這裏在說什麼 由頭到尾 我想你知道 他在說的一個事實 事實就是 原來他敵黨神 他敵黨神 並且將天上的這些星獸 拋落於地 但是 但以利書 由頭到尾去說 二人 是怎樣 原來 但以利書 就讓我們知道 這些星獸是什麼 因為但以利書 第十二章 第三節 說 自為人必發光如天上的光 那是多人歸二的 必發光如星 所以但以利書 其實是解了 如果我們說 這一刻 不是當日撒旦跌倒那刻 按著啟示錄 第十二章 這一節經文所說的 前文後理 是根本是說 世界末日的 那幾年的時間 那幾年時間 那幾年時間 有什麼事發生 那幾年時間 就是有一些 離到半教的人 本來這些人 是可以成為天上的星獸 他們本來是發光象星的 他們是虧多人歸二的 但是三分之一 他們是怎樣 是被率倒落地 是踐踏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撒旦在旦爾里書 清楚讓我們知道 他在那段時間 是跟神敵對 他隨調常獻的凡祭 去毀壞君的聖殿 以為自己高級天象之君 我們知道天象之君 肯定是主耶穌基督 但是問題 那豈不是 如果我們理解這個概念 按著前文後理 你啟述第十二章第四節 不就真的一定要這樣解釋 因為我們再看看第四節說什麼 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的聖神三分之一 率在地上龍 就站在那章要生產的福音面前 等他生產之後 要吞吃他的孩子 明白嗎 你有沒有看到他在說什麼 是在說同一件事 原來在末後的日子的時候 撒旦在最後這幾年 因為教會有意可定的 他們聽不聽嗎 他們不聽 他們聽了之後有沒有遵行 他們不遵行 他們不遵行 最後衝刺的時候 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走眼不結果子 所以本來有一些 本來在平安穩妥的時代 他們安安殊殊 享受所謂教會領袖 使多人歸異這個成果的情況下 在最後竟然 有三分之一這些領袖 這些的星 是被出在地上 因為為什麼 因為打從一開始 而啟述第一章開始去說聲 而啟述第一章開始去說聲 你有沒有留意 在啟述第一章第十六節 說什麼 他右手拿著七星 從他口中出來的一把兩刃尼劫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那七星是什麼 那七星是使人歸異的教會領袖 因為在啟述第一章第二十節所說 輪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和七個金燈台救備 那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 就是七間教會的領袖 如果你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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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解釋 但你不可以在啟述錄 自己已經給了一個解釋 然後 他在頭三章說 神如何責備那七個使者 那七個教會的領袖 明白嗎 然後在啟述錄 第十二章 他重覆前面的時候 他說撒旦元在那段時間當中 是用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神 使得有三分之一的教會領袖 會沉淪落地獄 但問題是 使得三分之一的教會領袖 沉淪落地獄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怎麼只有這樣的可能 在這一節的經文繼續說 他做完這件事之後 還要站在婦人面前 等他生產之後 要吞添他的孩子 不要說 教會當中三分之一的宗教領袖 會放棄信仰 會在這個兩極化的情況下 離棄神 並且撒旦成長大貪到 將神歷代歷世以來 這個計劃 要誕生的這個孩子去吞添 你有沒有看清楚 這裏就是在說這件事 啟述第十二章第五節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是將來用鐵像核管萬國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 補助拿下去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